你是一个担心的一个疑问局 你不知道它怎么样了 别当心了 别当心了 对对对对 前两天1818编辑部的剧组 来到1818黄金眼的剪辑机房实地取景 这边是影视拍摄紧锣密鼓 另一边新闻工作依旧细致严谨 短剧1818编辑部 讲述了柱子杰饰演的见习记者姚发 在何轩林饰演的资深记者蔚来的带领之下 帮助老百姓解决民生问题 逐渐成长的故事 在拍摄现场 除了几位主演 我们栏目的记者也参与其中 扮演了生动鲜活的背景版 这个赠光瓦亮的后脑勺 大家肯定不陌生 它属于我们的资深记者张林涵 从乌云密布到万里晴空 是独属于涵歌的成长故事 我女儿的说法 你半球没有什么毛了 后半球才有 本剧摄影指导陈建 一头长发 颇具浪漫主义气质 在新闻工作场景拍摄 和影视剧拍摄有何区别 听他谈谈经验 还挺满意吧 因为实景拍摄和在棚里拍摄 它面对的难度是不一样的 因为实景你没法去改变 你只能根据它的场景 你来设计镜头 尽可能的镜头表现出来的 要还原这个民生记者的这个真实的一个状态 就也可能在表演上面也不能太浮夸 短剧最终会如何呈现 请大家拭目以待 我们也会陆续带来更多片场内外的故事 1818黄剑记者自己报道